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Billy Baratalk 和大家分享全球最大的啤酒公司 Anheiser Busch 它2021年第一季的業績 以及未來幾年的展望 Anheiser Busch市佔率全球有29.3% 即使在加拿大一個非常多元的社會 市佔率仍然有16.5% 小到一些本地以為是本土啤酒 Alexander Keith 又或者是大品牌 伯威、Stellers 即是中文時代 都是在它的旗下 在全球十大啤酒裏面 有五大都是Under Anheiser Busch 它在COVID的時候 當然受到一定程度的衝擊 以至到它的整體銷售量 就減低了5.7% 都明白的 因為很多的酒吧 餐廳 堆酒的地方 全部都是被迫關門大吉 但是它在這個過程當中 仍然能夠推廣到在家經濟 以照它可以提價2% 令到它整體銷售量只是下跌3.7% 比起很多的行業 甚至乎是其他的一些食品、飲品 甚至乎競爭對手 它都算是做得非常出色的了 其實這個Anheiser Busch 在它未有COVID的情況之下 都受到不少的一個衝擊 甚至乎你可以說是指責 就說它的盈利增長 就是乏線可塵 全球喝得啤酒的人都會喝的 不喝啤酒的人就不喝 那時候你還有什麼花神可以試出來 令到你的股票能夠持續增長呢 唯一可以做的就是不停控制成本 另外就是玩財技 它曾經嘗試將其中一些業務分拆上市 甚至乎在香港的亂交所上市 因為這個消息的衝起 令到它的股價就十級而上 最後來這個計劃告吹 立即就來打回原形 受到COVID的衝擊 亦都是更加倒楣 不過它也是其中一隻股票 在COVID當中是做得非常出類不遂的 由低位反彈 那哪怕即使去到現在 75元這個水位 都不夠 PCOVID當時 不在香港交易所上市之後 倒下來的位置這麼高 那時候就有八九十元 看看它第一季的業績 算是非常理想 好過很多分析員的預期 在這個revenue方面 增加了17.2% 當中有3.7%是來自這個加價的 13.3%是來自銷售量的大幅上升 比較起去年 lockdown同期 其中啤酒項目 就有14.9%的增長 非啤酒業務 就是只有4%增長 這個不是它主場 再加上競爭也相對來說大很多 都是understand的 這個是已經比起 PCOVID的時候 就大為來改善 上升2.9% 即是有很多時候 現在我們說的分析都是 對比上年 但沒有意思的 當時的lockdown 這樣就對比PCOVID的時候 你有那個上升的時候 這樣才叫做帥仔 接下來 譬如我們看任何公司 第二季披露的業績的時候 都應該有這個參考赤膏在當中 OKOK 另外一樣東西 它有兩個多大的增長位在當中 第一個就是它那些啤酒來講 它現在主打一些貴價啤酒 好像這個譬如日清食品 雖然不適合 兩東西都是吃一個喝 都是來玩同樣的東西 就是一些貴價的 貴價的是不是一定好喝一些呢 我不知道 但是呢 因為我通常喝得它 它 它 也就是我喜歡喝一些本土的 Alexander Keith 也就是Stella 剛才已經說了 還有我自己即使是喝也好 我都不是好喝的那些 不喝一些噓口的 喜歡喝一些淡口的 我不知道你喜歡喝哪種 它那個的Premium啤酒 顧名思義 它那個的賣價就會貴一些 所以每100L 就可以賺多很多 另外另外也有些叫Beyond Beer Beyond Beer是什麽呢 它也就是加了一些其他最愛 例如是啤酒味的一些Lemonade 又或者是跟這個Spirit混合 這樣就令到它那個的味道 口感各方面都是特別一些 同樣道理 它那個賣價就會高一些 而且這個市場是逐步在擴展 未來估計由這個Picot 2019年 去到這個2024年 這樣有整個45% 整個市場的增長 哪怕比較在整個 雲雲這麽大的這個啤酒 和這個的餐酒市場裏面 它說的都是3%市佔 但是在當中 來到去分一杯羹又好 還有呢有一個市場遠景的觸覺來講 那Mand Hyperpush 絕對是能夠達到這個的目標 食住一個本身已經是你可以說飽和的市場 另外另外呢 它的債務前景 都應該是非常之理想 第一 那間公司沒有一個的Cash Flow的問題 第二樣東西就是 它目前來講 九成的債務 都是這個定息的 以至到 即使是加息潮來到 我們估計 聯儲局那樣說 加息是 Potential 2023年才開始 但是出口術的東西 我們不肯定 但是呢 市場 或者商業來計呢 那個加息應該是會比政府的加息快的 那即使是這樣都好 它已經定息所死了 而且 它那些的利息呢 就大約是說 Division是16年 即使它不用即使吐了這些錢出來的 也都不是用短債 那這個也是OK的 對於我來講 我覺得 那麼 它那個唯一擔心的位置有幾個 那麼 第一就是 它的EBITDA Margin 那麼 現在呢 雖然是對比上年同期 就有所改善了 那麼就去到 34.7%改善了 91個Basus Point 那麼 但是呢 對比起Pre-Covid的時候 說的是40% 仍然都是偏低的 差了6% 那麼這個也是看回就是 2020年為什麼 它那個 Revenue不算跌得很多 但是呢 它那個最後的Earning 是插得都不太少 那麼 那麼 所以 所以 今年呢 那說的 Earning Pre-Share 是3元左右 比起呢 它被COVID之前 4元呢 都仍然是可能是 可能是 可能是 25%的 但是 但是呢 有望在 2022年的年底 又或者2023年的年頭 那麽呢 就可以呢 攻擊回到 那 如果是這樣算的話 那麼 那它那個 Target Price 應該呢 有85元的 那 因為 加起來就是口味的東西 啤酒的時候 很多時候就不是那麼多人會特別是試身口味的 永遠都是多些是吃過翻沉味的那種 當你的reopening繼續來改善的時候 這樣它有望在銷售量裡面是更上一層流 只是它能夠控制到成本效益的時候 就能夠成功 但是當然這個是一個挺大的競爭的一個市場 再加上就是我們說的它本身已經飽和了 很多時候就要隨著人口增長 才有一個長線的上升在當中 但是你又知道人口其實現在不是沒有什麼增長 即使是中國鼓勵三孩政策的時候 現在有望人口增長的地方就是印度仍然是一個動力 非洲仍然是一個動力 但是全球環球來說就不見得是很理想的 這些都是一些比較大的陰霸 但是怎麼算都好 我自己會覺得85元這個target price是OK的 目前來說它在做75元的時候 都還可以來稍稍增持 當然當然比較在COVID的時候 大插水 這個蘇州過後已經沒有停搭 這個就是另一回事 但是如果你喜歡的話 你也可以再看更多一些 譬如它出了第二季的業績的時候 就更加能夠反映到它的業績 是龍還是蛇 當然繼續強調多一句 你就不單止只是看它爆升了多少 而是你看回到2019年 所以可能就會在那個分析上面 做多一點點功夫才行 今天分享到這裡 歡迎大家Like、Subscribe、Share BD8H Talk 出發